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一年分享兩間Town House Carrie一起拿出來準備放售 準備上盤賣 但大家看看這個區域 有沒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如果大家看我的頻道足夠久 就會發現Carrie在幾年前 當它還未完成的時候 已經以樓花形式跟大家分享過 屋苑的名字叫Georgia by Anthem 屋苑地址是5191 Steveson Highway 上次跟大家看的 是幾年前看show home 以及看外面建造的痕跡 現在全都在2021年落成 交樓也搬進去 今天會用二手樓放賣的角度 跟大家分享買現樓是怎樣的選擇 我們先說回地理位置 如果大家之前未看過我的影片 也沒關係 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位置在哪裡 這一條相對有點繁忙的 就是Steveson Highway 屬於Richmond South 可以說是最南邊的一條 比較繁忙一點的路 它是東西向的 所以後面其實是向西邊 一路這樣過去可以去到漁人碼頭 另一個方向前面就是向東邊 一路向東邊的話 一路可以接近到 我這裡最接近的就是Number 2 Number 3,Number 4,Number 5 Number 5,Iron Wood 然後可以馬斯坦尼去Delta 也可以上去Richmond市中心 然後現在我們這個屋間 看出去大部分對面都是一些樹 Detached House 這個區域都是以獨立屋 Town House為多 就沒有什麼高階層 是一個相對靜一點的區域 我們這次剛剛和我們賣的 同時賣的兩間 是這個屋間可以說最有特色的 兩間Town House 而這兩間Town House 除了在這個屋間比較難找 其實去到Richmond其他地方 都不容易找到這類型Town House 首先紐寧剛剛說了 2021年 一間就是我身後這間Town House 12號 大家看到這間是有兩個門牌 12A和12 因為它的特色是整個屋間只有三間 就是有一個Legal Suites 是一個合法出租入職的一個單位 所以有一個獨立的門 可以給租客 或者你們是親朋戚友、兒子、女兒 有自己的獨立出入口 有一個獨立的車位在外面 然後裡面也有一個門 可以鎖去分隔兩個和主層 所以整間屋總共有四個房間 如果你出租了 之後自己還可以有三個房間去住 當初Carrie和大家在YouTube上 分享了這個屋卷之後 也有很多朋友有興趣 所以後來也陸續幫人買了 不少這個屋卷的單位 今天放的這兩個 都是當初一手 我們是跟發展商去買入的 同樣 當初兩位屋主我們都選了很久 到底是哪個單位好呢 符合不同的需要 他也很佩服當初Anthom 設計這個項目的時候 他真的想了很多不同需要的人 都可以住在這個屋間 剛剛說了這個戶型 整個屋間只有幾個 因為它外面有一個充滿 就是專門出租單位 有一個出租單位有什麼好處呢 最簡單的就是可以出租 有一個交易助理 有些時候大家會當作一間房子 不是經常住的 但都相信有人開房子 可以把主樓給自己回來的時候住 然後單位可以把它出租出去 這一個就是這個單位的特色 另外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跟這個單位斜對面 這個是12號 我們進來這個內街車路 就會看到靜一點的一面 大部分的設計 都是類似Dupleg style 你看到整個建築 其實是兩個單位 就是一個雙車庫門口 雙車庫門口 我們另外一間同事放賣的 也是當初這個項目的特色單位之一 因為他們就是這些向後極高樓底 其實大家看到上面這個房子 其實這個房子是十呎樓底 它的後面主人房還有一個十一呎樓底 很大的主人房 是看著後衣 然後裡面採光很足 有一個很大的後衣 讓大家享受生活 這個房子 Carrie更想說是類似退休屋的狀態 就是很適合一些 給大家由House Down Size下來 不想走太多樓梯 不需要太多房間 但是房間的空間要大 主食空間要夠 儲物空間要多 就是這個單位 我們現在進去看看 門口進來 看到它因為是Dupleg Home 所以每一個單位 包括我們現在的22號單位 都是corner unit 所以會多了不同的窗去採光 除了門口一隻窗 大家看到這邊還有一個窗可以採光 剛剛說了方向 這樣看的話 我走出來先Carrie 這樣看是南北 前面向南 後面向北 然後這裡又有向西多一邊 太陽 進去這邊的單位 它整個屋苑 它的風格 都是一些北歐 北歐風格 大家可以看到 大部份的材料 都是Duable materials 現在入住了差不多 差不多兩年了 因為2021年起 大家可以看到 整個外觀 都不會脫皮脫骨 木已經沒有灑顏色 都維護得很好 有些植物 屋鹽 全部都是Hardy Bot 旁邊的是Party Panel 都是很Duable materials 那些窗 包括等一下和大家看 另外那間屋的露台 那些欄杆 都是金屬的材料 加玻璃 我們去單位的內籠看一看 正門進來 首先我記得這番說話 當年和大家分享show home 時都說過 兩邊玻璃菜光 所以你進入屋位已經很通透了 然後也不浪費位 進來這邊有兩個門 車房就在這裡去 這裡整個屋苑的設計 全部都是side by side double garage 可以拍到兩部車 現在大家看到 屋主比較放多雜物 所以它是用了一部車的空間 但是也看到 如果它不放那麼多架 可以拍到兩部 Double side garage 樓底都高 而且整個車庫 基本上 我看到已經結束了 這個車庫是普通版 等一下和大家分享 一個奢華版的車庫 但是這個跟它蓋 很容易見 然後這個是去 這邊還有一部門 這個就是你進門口 立刻可以放鞋 放衣服的空間 所以很遷就 拿著浪袋送 買送回來之後 立即十步都沒有距離 其實大家就已經回到這個廚房 這個廚房應該有印象了吧 如果外面沒有印象的話 這個可以說是Carrie 見過比較少數 這麼大的廚房 Townhouse的空間 當初這個設計吸引了很多 好像Carrie那樣的懶人 走幾步就已經可以放下 雪櫃就在這裡 所有東西都可以放在這裡 也是一個很大的主食空間 始終大家喜歡煮食的話 都會知道空間很重要 它是一個極長的Linear 足夠大家放很多不同的主食器材 譬如這些 攪拌機 咖啡機 電飯煲 現在屋主因為要賣屋 所以整理得很乾淨 但其實可以想像到 平時大家可以放很多機器 在這裡的熱水壺 這裏上面 基本上全部都是存物空間 開一兩個給大家看一看 因為始終都有人在住 有很多雜物 這邊全部都是這樣 中間是抽油煙機 明火煮食 就是五個熱水爐頭 基本上這套Townhouse 大部份的電器牌子都是KitchenA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熱水爐頭 五個分開 然後下面是焗爐 也有用的 後面呢 而Carrie覺得最實用的 就是它兩邊全部都是做了櫃桶 那大家拿東西 櫃桶真的要開 希望屋主不要怪我 基本上全部有一格小的 然後兩格大的 下面又是大的 變成是放大量的 煲煲王 應該煮得很厲害 這邊看完 旁邊是跟那邊的一模一樣 所以大家只在Linear廚房 已經有上面六個櫃 下面是多少 四乘三這麼多個櫃桶 好 來到這邊 它長身也有很多電掣 你可以插不同的器材 然後呢 我先看中島 中島這裡繼續 中島的設計 就是水槽放在這裡 變成大家在煮食的時候 你可以看客廳、飯廳 還有你的後一 後一也是這個盤 或者我們這個單位的特色賣點之一 因為它很橫 其實它不僅是後一 其實整個Linear廚房 雖然空間未必超級大 但是你一眼可以看得很透厚 而且採光很好 正門向南 後面向北 雖然向北 大家都不會覺得單位很暗 因為基本上窗的數目很多 你有大玻璃 中間兩邊窗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corner窗 因為它是duplex 對不起 因為它是duplex 所以這邊西邊 還有一些光可以進來 所以在午後時間 還有陽光進來 然後那裡還有兩片大玻璃 門可以打開 讓大家去露台 所以整個採光會很好 回到廚房 剛剛講到一半還沒講完 這個很長的Linear廚房之外 這裡也有很長的中島位 就是說大家在這裡可以看到 有微波爐放在這裡 看看是否乾淨 OK 然後下面又繼續有 嘩 它真的有很多波 繼續放專門空間 然後這個是double sink 水槽 都很大 可以分開兩邊洗東西 下面也有很多儲物空間 可以放垃圾桶 那些 洗碗碟機 通常都是水槽旁邊 還沒洗碗 然後這邊是什麼 大家可以過來這邊 這裡還有一個 除了open shelving 零食 可以馬上拿 很方便 亦可以作用Display櫃放 除了這裡之外 這邊還有一個pantry 所以這隻職可以說是超級多的 儲物空間 講到這邊 講到這裡 這一層是沒有房 它有一個powder room 方便大家去洗手間 它也很實用的 就是這樣長條型 推拉門的設計 這個powder room 就沒有窗 也有所有東西 暖氣等等 全部都有 剛剛剛才就是門口 這裡進來 所以很實用 進來這條位的空間 已經可以去到車房 擺到兩個衣櫃 加上洗手間 剛剛講完 還沒講那邊 講完中島 講完這邊 就在這個位 這一層牆 主要是放雪櫃 加上儲物空間 大家可以看到 它也是36吋雙門樹櫃 牌子應該是KitchenAid 上面還繼續有儲物空間 然後這裡整個櫃也是 打開的話 拿東西都很方便 除了下面兩格 你要污下 這裡你也可以很方便 拿到很多東西 櫃基本上是做到頂 這兩間Townhouse的樓底 其實都很高 大家可以看到 就算Kitchen有倒下 也不會有壓迫感 都可以調到這麼大的燈 再加上它的配色 上身上面的櫃 主要都是白色為主 所以你覺得空間感 就很方便 8呎 這邊8呎 這邊8呎 這邊9呎 然後這個中島位 現在大家看它的尺寸 至少可以坐4個人 你鬆動3個人 因為這裡比較窄 好了 這個就是廚房位 然後我們剛剛都已經看了 這兩個地方 就是飯輕位 還有客廳 當初我記得是 剛剛幫屋主收樓的時候 進來看 就不太確定 放出來的效果 會不會好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那些傢俬 當然 梳化未必可以放到超級大的 但我想如果大家想買 那些轉彎位梳化 應該都可以 這裡可能再偷一點點位 這邊也有dining area 空間 所以這個闊度也OK 另外這個單位 這邊還有空間 如果大家有需要 當初Antham去賣這個項目的時候 它是沒有冷氣的 它不肯幫你做冷氣 不過它有做到rought in 之後你加不加配冷氣 就是屋主自己的決定 但我們屋主 基本上這一間 和旁邊那間的兩位屋主 都有再做到冷氣 但它這個冷氣系統 不是全屋吹風那一隻 因為它是做後面的rought in 它暖氣是那些base board 所以冷暖氣系統是分別的 做好了rought in 但它可以給你在客廳 就是living room 這個main area 裝一部 樓上master bedroom 再裝一部 所以總共是兩部冷氣 在單位裡面 它有暖氣 這個除了出冷氣 也出了暖氣 所以其實winter time 兩樣你都可以用 好了 跟大家出來看看花園 這個呢 又是了 這些也是有些upgrade 和大家分享的 這些蚊網 其實全屋所有窗 屋主都加裝蚊網 這些可以移動 另外有些打開窗 免得夏天有蟲 這些都是後來屋主加的upgrade 它這個花園的設計 每一個雕牌後面都有些花園 但有些會大些有些會小些 它出來 就有一個已經鋪好磚的地方 可以給大家擺傢俱 擺桌子 擺BBQ 這樣大家去燒烤 你會看到 它本身已經做好了水喉管 以及gas outlet 很方便 專門給大家開派對 去Happy 有些植物 然後也是出入很方便 因為你廚房就在這裡 吃東西 不喜歡在外面曬 媽媽 姐姐 姨姨那些 可以進來這裡 好 然後跟大家看看樓上 這條樓梯也是在這邊 就是廚房進來的屋最入面上來 整個樓梯很順理成章 大家不用走回門口 比較髒的地方上樓 直接可以進來 跟大家看看 這個樓上只有三間房的設計 剛剛也沒有說到 這個單位的面積是1532呎 分兩層 為什麼說它真的好讓大家退休 當然不只是退休 你有小朋友也可以住 但因為它所有的東西很大 看到大家下面的廚房很大 飯廳空間很光亮 上到來都不是那種好逼夾 馬上全部四面都是牆圍著你的感覺 門口上到來之後 它有兩邊這些open area 你可以放一些不同的東西 或者做不同的空間 好像這個小小的位 你可以營造到一個private corner 或者是一個書房的位置 有沙發電視可以看到的 空間感都可以的 你不會坐上去 好像面壁一樣 我去看一個 這裡多少吋電視 50吋 50吋電視 55吋電視 空間都可以的 不會太大 放了傢俬給大家 可以看到空間感 然後這裡也夠闊度 所以你在這裡打開門去洗衣 乾衣 不用怕後一級就是樓梯 你有很多空間 再放一個樓都可以 沒有後一級就是樓梯 什麼 你的下級我不是 我有很多空間 因為有時有些轉 之前有時看到轉角位的townhouse 當然偷位 可能在樓梯口 corner位 去做一個洗衣乾衣機 那時候真的要小心一點 這個就可以很安心 當初安森膠樓 已經做好一個板 給大家在上面放東西 可以再做樓梯 但屋主就不要做了 兩部洗衣機乾衣機 上面那部機是HRV系統 旁邊還有一個櫃 類似Linens closet 大家可以再放東西 現在有點混亂 先放進去 剛剛那個電視機 corner位 這邊還有一個空間 其實那部電視機可以放琴 放到我家的琴都可以 這邊大家可以放書桌 可以放寵物的corner 或是嬰兒小朋友玩corner 放嬰兒寵物都可以 我先去看主人房 主人房比較特色的設計 除了一個尺寸比較大 寬闊和長 是很高的樓底 應該是10呎11呎 先量一下 11呎3 11呎3的樓底 是Townhouse很少見的 不要說Townhouse 有時獨立屋 都未必做到這麼高的樓底 它的闊度和長度都很厲害 不如當成長度 14呎長 乘呢 乘12呎 即是8呎多少呎 即是多少呎 14呎12呎 14呎13呎 計算一下 計算一下 168呎的空間 即是由這裡開始計 由這部長 到這個位置開始計 未計後面衣櫃 168呎的一個主人房 現在都很少見 樓底高之餘 也順勢做了很大的窗 所以大家看回去就會很光亮 雖然說 可能在冬天 階段階段是差一點 但是夏天 長一些樹葉出來會好一點 亦都因為高了樓底 你會看到遠一點的景 除了前面這間屋之外 我都有問過屋主 後面這間屋 它都很乾淨 大家可以保留 你看到都是圓藝 好像剛剛做完 每次來都是這樣的 後面這間屋 你看剪草的紋就知道 是的 好像住的人都不是很多 都很安靜的一個 property 然後後面有些樹 遠一點 我還意氣到山景很遙遠 這個就是我們的主人房 我們看看主人房的其他 features 它有冷氣 有冷氣 亦有暖氣 然後我們就過來看看 這兩邊分別就是 Walk-in closet 和洗手間 洗手間是四層的 亦都是非常大的 你門口進來之後 有Double Sink Double Sink 中間有很大的空間 可以放東西 還有它兩邊Sink 都有兩格大櫃桶 中間還有可以放東西的空間 所以變成洗手間 都是最優惠的 這一類的Townhouse 其實是比較少找到的 所以為什麼Carrie 我經常說是退休 我會說Down Size屋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很多時候 現在的Townhouse 為了可以多做一間房 它會壓縮每一間房的面積 令到可以多放一間房 或多放一間套子 但是大家高主空間就會縮小 看看大家不同的需求 然後這邊就是Shower 也是比較大的Shower stove 有Handhill 也有上面的Ring Hat 而廁所也不是黑廁 這裡是有一個可以開的窗 做了蚊網 連廁所也幫你做蚊網 這是採光窗 開不了的 當然也有抽氣線 然後我們去看看Walk-in Closet Walk-in Closet 也是當初其中一個Selling Point 你走進來就已經做了Shelfing Unit 大家可以放很多東西 我覺得這裡還可以多貼近鏡 然後看完房間 還有一個套廁 我們經過一個走廊 它將主人房和另外兩間小朋友房分開了 剛剛主人房向北邊 然後這兩間房向南 但會往前排的房子 我們先看看一間 現在屋主將它當作類似是書房 大家看到放了一張大桌子和櫃子 這裡會往前面 看不同角度 視頻不是太多 但也會有光進來 但也不會太曬 同樣地樓底也是高 但這個應該是11呎 應該有10呎 應該有10呎 樓底 很少樓上也不高 這個不是當初的Selling Point 總之是少 Town House 我們說的Richmond 大把 10呎 主人房是11呎 西根座房是10呎 都有些衣櫃 現在放了很多東西 就不給大家看 主要是一條通 下面的櫃就自己加 然後這裡就是另一間房 中間雙隔了Share Bathroom 這間房就會回到Standard Height的樓底 為什麼這間房的樓底都不同 其實大家可以看看 主要是因為 這個位置看不到 我們外面拍下來就會看到 因為這間房子當初的設計 有不同的高度的屋頂 所以可能配合高度 就會變成每間房的樓底不同 雖然這間房的樓底 沒有那間那麼高 但它有個好處 就是它有做多了很多窗 直接有一個CORNER的窗 這邊是向藍的 所以這個窗位應該很光亮 然後這裡是向西的 對嗎 向西邊 所以有兩邊窗進來 採光會很好 而且這窗也挺大的 房間的尺寸也不錯 就是比較好 比普通的尺寸 你能量一下嗎 量一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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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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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兩間房子 就會使用Share Bathroom 這個Share Bathroom 又是做得比較實際的 做了Double Sync 給大家 這也是比較少見的 變成了兩兄大量子 都可以一齊用洗手間 這裏都是Double Sync 對 所以不是說它這個 就是Premium type of townhouse 首先它是Away from main road traffic 兩層高 不想走那麼多樓梯 Double side by side garage 三間房都大 樓底高 而且這裡有Double Sync 方便大家用 兩格大櫃桶 好 給大家用 然後這個是浴缸 浴缸 浴缸 加一個Ringhead 在上面 空間都很足夠 這個沒有窗 主要是主人房的洗手間有洗手間 我們樓上就看完了 這間房子不需要 主人房的洗手間有洗手間 沒事 繼續 我們就看了裡面的Duel Fuck Style 現在就出來和大家看看這個更加實用 和多用途的townhouse房屋 首先再和大家介紹一次 它有兩個 entrance 有兩個門牌號碼12號和12A 但其實它們都是屬於同一間townhouse 我們可以看到兩個獨立的門分開 裡面其實是通的 當然如果你想擺盆栽隔著它也沒問題 這條通道進去就是townhouse12 上樓主要是main residence的空間 如果你把它出租出去的話 租客可以由這個門位進來 花園主要留給主要的地方 我們不如由租客那裡進去 它簡直說是自己的門中 進來 大家會看到 是一個麻雀雖小五藏俱全的單位 整個單位是可以獨立分隔開出租 它這邊和主樓 中間都有一個很厚的防火門 直接可以隔音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有膠邊 可以鎖的 有個好像屋外鎖一樣的東西 變成租客去不到那個main area main area的人都要鎖匙才可以進來 這個就可以出租的單位 它當然不是一個超級大的單位 大家可以考慮它是比studio大一點 因為它是有一個獨立的房間 有自己的煮食器名 它有一個雪櫃 雪櫃也不小的 房間很多東西 是一個飲品 這個是24吋的雪櫃 衛宜泡有雪櫃也有冰櫃 這個櫃都不小的 都長長的 下面可以放雜物 放立合桶的空間 然後這些上面 全部都有櫃來的 這些 現在屋主其實是沒有把它出租的 反而是當它是娛樂房 之前在開派對的 不一樣的 但是下一手 大家買進去的話 可以把它出租 或者給兒子住 這是它自己的七樓煙機 然後有一個窄少少的 這是24吋的煮食爐 都有四個墊的爐頭 不是油燒 樓上是油燒的 牌子有廚房 有一個小焗爐 然後隔壁也有一個微波爐 下面就是櫃桶儲物空間 唯一沒有的就是沒有小碗碟機 也有些櫃空間去煮食 然後這裡有一個類似的 可以關門的就是房間 這間房間 空間當然不會大 它是比較小的 但是足夠大家放一張雙雙櫃 房間的設定 現在屋主是用來做自己 好像書房或是玩房 大家當去 也有一個衣櫃 現在做了雜物空間 這個衣櫃也是雙門的 兩邊打開門 大家可以考慮它會寬一點 因為現在看到它放了很多櫃 所以大家可能會窄了 然後也有兩個窗 變向外面 這個單位它的方向 它這間房間 跟我們剛剛看過22號的不同 它是南北向之餘 它是向東的這邊 剛剛那個是西 這個是東的地方 所以這邊是東來的 早上有些陽光進來 另外這個單位 自己也有洗衣機乾衣機 它就放了在房間裡 牌子是衛兒袍的 也是小尺寸的 這個就是睡房 然後出來客飯廳空間 你說大就不大 但說小也不小 你絕對有空間 可以中間放小桌子餐桌 然後放梳化和電視機 電視機在這裡 L-shaped沙發 一個小餐桌 這邊是一個儲物櫃 可以放東西 然後這裡是一個洗手間 這個可以說是從來沒有用過 然後這裡就是座廁和升 這個就有出租單位了 我們現在還有自己獨立的便箱 好 兩邊這道門 十身門分隔 有這些膠邊 那些東西 所以其實它們就分隔了Ming Area 進來這裡就是真真正正的 這個Town House Ming Residence的地方 這道門 看看我們剛剛進來的那條小路 我們現在撇開一個出租單位 不說了 如果大家真的住在這個單位 你可以由正門進來 正門進來有衣櫃 但通常大家應該都是開車回家 然後車房進來 這個車房就很厲害了 我們先看看 這個是我所謂男士的Dream Space 機仔來到已經覺得很棒了 因為剛剛跟大家分享過 因為這個單位 它除了Side-by-Side Double Garage之外 它還有一個合法 就是只可以這個單位用的車位 在外面 剛剛跟大家看過了 所以變成屋主是長期 將一部車排在那個單位 這個這麼大的空間 就將它改建了做Dream Area 首先大家看到它是鋪了玻璃 就像Yoke Studio一樣 當初Antham交樓的時候 這裡全部都完結 牆壁都游得挺漂亮 所以沒有那種很車褲 很局促的感覺 這麼多鏡 而且這個車房是有窗的 所以你看到上面還有一排窗 雖然看不到什麼 不過也有些陽光可以進來 應該它也加了很多Extra Lighting 這些應該全部是它加的 是不是 我想原裝它也換了這個蝴蝶燈 它真的加了所有可以發光 原本很多車房看到是一個燈泡 它又換了這些 你看這邊 對 哇 然後這裡是儲物空間 又多了一個雪櫃在這裡 然後後面應該是Hot Water Tank的孔 其實屋主也很細緻 你會看到它安裝了很多安全鏡 看著家裡有沒有過落 它很多線都已經包好了 你看到它走明線 除了上面這些 哇這個上面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 嘩 你試拉 為什麼拉不到 我會不會因公受傷 確實看 好 好 現在正式上一個屋裡 重複多一次 這也是一個雙倍層次廣場 所以將來下一手清除這些東西之後 可以拍到兩部車 這車房門也看到有三格磨砂 可以給光透進來 所以這個空間在裡面真的挺舒服 我們現在上去看看 這個超可愛 我們上來跟大家分享 主要的廚房客廳飯廳空間 其實都很大 感覺上比剛才的DUplex Home更闊落 因為廚房也很大 但長條形模剛才那麼長 不過也有很多空間 包括那邊的桌面 大家看到屋主自己放了蒸爐 所以這塊桌面沒有了 但實際上這邊的桌面 這裡也有很大的中度 然後屋主自己在IKEA加了主食桌 這就是廚房放在一邊 稍後再跟大家介紹廚房的空間 然後剛剛樓梯在這裡上來 這邊就是客廳 它這隻積是特別闊的 因為它是一角落 而且有很多玻璃窗 你可以看到前面向南 而且因為這間屋是前排 缺點是你可能會靠窗的話 會多一點外面的車聲 但當初Anson起的時候 考慮到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它這邊的雙層玻璃是加厚的 Kerry現在站在這邊 看到有些車走來走去 有聲音但其實是很小的 我反而覺得下面的出租單位的聲音是大一點的 而這裡不會很滋擾 有聲音但不是很滋擾 然後這邊全部都是玻璃 大玻璃大玻璃 這些是可以打橫開的窗 就是可以通風的這些窗 開窗的聲量就會大一點 這邊下面是暖氣 這邊一樣 這間屋也是有加裝冷氣的 這部在上面主人房還有一部 客廳很大 然後這邊又是飯廳 這個飯廳現在這張是八人桌 再放大一點也OK 再長一點 因為看到這裡有很多空間 這裡套出去就去到露台了 剛剛跟大家分享過 前排的Time House 有這麼大的空間 還有這麼大的露台 其實只有那幾間 這個露台真的可以在外面燒烤 一路整個空間 現在屋主在外面都已經放了一張桌 我想冬天會比較冷 夏天的時候真的可以開心一點 不錯 轉角的嗎? 轉角的 但這裡很窄 到這裡就沒有了 對 對 真的很大 而且這裡有兩個露台 這邊真的適合大家派對BBQ的露台 但會看到外面有多一點聲音 前面是看到內圓有兩個露台空間 剛剛說的車位是下面的車位 下面的車位是我們這間12屋才可以拍攝 其他人不能拍攝 很久了 進來 這個也是36吋雙門雪櫃 給大家看看 比較多東西 上面也有儲物空間 也很深 不過是比較難拿 單行梯、搭房也很多東西 這邊也是到頂櫃 兩個 這裡好像剛才的22號屋 有整排的儲物空間 給大家看看 問了屋主 屋主說不太介意 主要是雜物 它放很多東西 其實這個Townhouse的設計真的很實用 然後這裡也是一樣 因為空間短了 剛才雙排櫃桶變單排 但也是一樣 有三格 一格小的 兩格大的 然後兩邊 然後有36吋雙頭 然後下面有一個焗爐 牌子都是Kitchen A 七樓煙機 大家這樣看到屋主 其實都用得很乾淨 不會說很髒 很多污漬 好像乾淨我們家 來到這個Island 就是Double Sink 然後洗碗碟機在這邊 Sink 下面一樣 跟剛才其實很相似 都是一些儲物空間 微波爐放在這邊 微波爐下面還有一個儲物空間 這個Island 都可以坐到三四個人 然後前面就是飯廳 然後這個就是屋主 就不關大家的事 到時屋主交樓時會拿走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空間 剛剛說了這個單位有很多窗 除了前面之外 這邊還有一個露台空間 所以去南邊 跟著東邊 跟著北邊都有窗 包括這個上面都有些窗 所以整間屋的感覺 有足夠的牆壁給你做裝飾 掛電視 但也有很多玻璃窗 有時我也有聽過 不同的買家 都會去罵 或者說 雖然也很想很多窗 但太多窗 我又沒有牆壁 去掛電視 或者掛畫又不行 這個Barton Stix剛剛好 你見屋主也用盡了很多空間 去放他自己想放的東西 這個就是另一個小露台 他們的冷氣散熱機的主機放在外面 這些全部都經過了Strada的批准裝冷氣 而且這個屋主也是香港人 他說當初他做電器 三零的這部機 比屋邏輯更好 所以他特意運輸過來 所以應該要更好 然後看後面這個露台 然後這裡過來 還有一個空間 這個空間是去Powder Room 現在屋主也放了一個櫃 所以感覺是窄了 如果沒有這個櫃的話 會走路會闊落很多 但這裡又多了處物空間 還有還有一個窗 可以再通風 其實這裡可以藍筆通風 這個就是Powder Room Powder Room裡面繼續有窗 有窗 簡簡單單 這個有少許 我幫他這裡窄 好 他現在基本上這個單位 他 剛剛想說什麼 忘記了 整個Town House的總體面積 是1700多呎 但是這個1730多呎 是包含了下面的出租單位 所以你減了幾百呎 當主要是1300多呎 1300多也很實用 因為整個客飯廳空間很大 我覺得它很闊 它的形狀是比較 你是不是量度 對 我量度 不可以讓我講嗎 你剛剛講了很多 是嗎 很煩 那怎樣量度 我們量度一下這個 它電視機櫃後面 又再凹下去的空間 所以你放東西在這裡不會太凸 幅度是14呎 還是為什麼它大那個位置不出來 你看它不動 它不斷的 ERROR 255 可能太長了 是不是 ERROR 255 30呎 好 即是30和14 即是幾大 幾百呎 420呎的客飯廳空間 其實還沒有 那裡還放進去 所以客飯廳很大 這個位置很大 我們現在就上樓上 這個窗望出去 甚至是有景觀 可以看到後面的屋 看到嗎 挺漂亮的 兩個窗 所以這個樓梯位 永遠都會保持光晚 這間屋子上樓梯的感覺 跟剛才很不同 它沒有那麼開闊 它上面總共有三房兩次 不如由中間開始說起 它跟另一個屋子設計一樣 有一個洗衣機乾衣機位給大家放 以及方便洗衣 另外有一個洗衣機 可以分享給兩間房 我們先看看這兩間小房 這兩間房都是向後面的 因為這個屋苑的設計 它的前排是三層 後排是兩層 所以其實我們的前排這些房子 去到第三樓的時候 會比後排的二樓高 就會有一點觀看 所以來到這兩間房間 你會看到山景 去到後面 而且這個景觀是很永久的 因為你不會再起得高 後面已經安全了 山景也挺漂亮的 這個房間是小房 也有些隙間空間給大家看看 這間房屋主是當客房 所以沒有怎樣去用 旁邊是同一個方向 因為它是隙間空間 所以它多了窗 除了這邊有北面之外 還有東邊 所以這間房陽光應該很好 這間房也稍微再大一點 大家可以看到 一樣是雙門衣櫃 現在屋主當舒房用 這兩間房 會分享中間的洗手間 這間洗手間是單櫃 旁邊有浴缸 我們看看單位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主人房 冷氣機會安裝在主人房 主人房也非常光亮 因為主人房向藍 而且主人房也有一個露台 我們可以去看看 上面也有露台 對 露台外還有東邊 東藍 黃金角的主人房 霸了一個 我們看看外面 真的很光亮 露台不大 類似香港的工作平台 大家可以看看 當然是看Stayson 在裡面完全聽不到聲音 露台會有更多聲音 這裡很光亮 好 然後這個單位 這個主人房也有自己的walk-in closet 沒有剛才這麼大 但我都可以 也可以走得很深 就是這裡進來 然後一直到這裡放東西 這棵牆 這棵牆 可以 什麼 很大 對 很大 不同 類似不同 我覺得這棵牆 可以再放鏡 好 然後 有自己的套翅 這個套翅的尺寸 都不小 沒有剛才那個那麼大 但都是更加用途的空間 變成一個Double Sink 中間的大桌面 其實跟剛才一樣的 這個Sink 這個是一樣的 只不過它的Layout是正方形 所以它是Double Sink 空間一樣 一樣都是兩個大的櫃桶 細一大 然後中間可以儲物 然後一塊大鏡 然後這邊有毛巾位 之後就有座廁 這邊也有一個很大的Shower Stove 一樣都是有Ring Hat 還有有HandHair Shower 屋主也保持得很乾淨 大致上我們就把整間屋看完 剛才屋主也在附近 有我走來走去 Kerry看你 聽你說好像看幾年前的影片 但感覺又不同 已經自己住在裡面 希望這段影片可以幫到大家 Kerry最近也有發現 找了很多投資類的買家 因為大家現在在高息環境下 未必會再想著拿錢去投資 不如收息好 但反而多了不少 現在想著市場不好 真的有去找一些屋給自己住的客人 希望今天Kerry跟大家分享 可以幫到這類型的朋友 尤其我覺得這次很難得 可以在同一個屋苑 有兩間一起放賣 而且各有特色 也希望可以適合到一些 之前Kerry做了這麼久 都會遇到朋友 就是親朋戚友 年長子的父母 和兒子和媳婦 或者兩家人很親密 或者很友善的朋友 想住得很近 但很少在同一個屋苑 可以找到兩間屋一起放賣 我們現在還未正式上本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聯絡Kerry 或者上網網站 KerryQuite.com 你會看到相關資料 價錢上的話 其實這兩間的價格 都會是市價 都會是約八六八七萬左右 將來有了定價 再跟大家在網站上去分享 我們現在已經定了 是12月9日和10日 即是下個weekend 這兩間一起做open house 所以歡迎各位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過來參觀一下 又或者如果你想想轉屋 想和Kerry聊聊天的話 我本人都會在這個open house 跟大家聊聊天 所以歡迎大家過來 參觀一下這間屋也好 找一下大家dream house 或者和Kerry聊聊天也好 歡迎大家 拜拜 我們總共在這個channel上 上過兩次魚人碼頭 之前 一次是買三文魚 煮什麼湯魚子 就是和當年Georgie 劉花的時候一起拍的 另外一次就是5月份的斑點下 我們現在又來到這個濕粒粒的冬季了 所以最… 對 嘩 哇 買蟹 哈哈 十三個幾十五個幾一磅 是啊 哈哈 是啊 咦 我看到你的youtube 哈哈 我們現在又在拍 哈哈 你現在有鞋子 是啊 好三文魚 這兩大大小 這些都是超過兩磅 超過兩磅 哇 OK 大大 2.1磅 OK 31.50元 好像很山蠻一樣 是啊 我們要買兩隻回去吃 OK 好 我們這檔 我們夏天會來買斑點蝦 冬天沒有斑點蝦就買鞋 看看 我先看看 喔 爸爸就說這些鱈魚 3.5磅 3.5磅 這個 Pacific Cod 3.5磅是鯊魚 這兩條很新鮮 這條很新鮮 這條很新鮮 所以要4.5磅 鱈魚也是釣這些 是嗎 是啊 即是它外面在游 12元 12元 OK 好 你有沒有錢 買一條大 好啊 OK啊 19Dollar 好 OK 19Dollar 這條魚是星期五六日開 星期五六日開 星期五六日開 星期五的魚是最新鮮的 因為它星期一至四出去捉 捉不回來這幾天賣 所以星期五特別新鮮 OK 然後呢 到下午五點鐘收工 但大家太遲來可能已經沒得賣了 想吃的東西 可惡 是嗎 今天要怎樣 這樣搭到之後呢 翼的旁邊 掛到頭 湯好了 嗯 對啊 我湯完了 砍開三份吧 要這樣 等一下 三份 這麼小份 這個給老爸 我們一會吃 他的肚子為什麼扁了 內臟在這裡 你不是你湯的嗎 我覺得很恐怖 剛才你湯也揉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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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不下去 等等 用這把 大力點拍下去 嘩 讓我來 剪刀 蒸呢 等等 這麼粗粗的蒸要 要戴多少 好了 最後一個步 林萊蔥 嘩 行不行 夠了 好 你夾它裡面 熟 剛剛好 剛剛好 這隻鱈魚又滑 不來又不肥 又滑 又白 沒有樣子那麼肥 是嗎 對 樣子很油 我自己擦這麼黏 筋筋熟 真的 對 這個角度還有少少血水 超滑 哦 全野山 太平洋鱈魚